在大陸的台商是十万七千家 长期以来我们对台经济工作的重点 就是要让台商在大陸健康稳定的发展 那么近些年来 大陸各级政府中央在这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8年2月份 19年11月份和今年5月份 先后出台了31条26条或11条 我想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台商 能够发展解决后顾之忧 那么特别是今年疫情发生之后 台商和大陸的企业一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去解决他们出口面临的困难 我想这次台博会 应该是中央的31条26条或11条的 这个政策的严肃 表达了大陸对台商 真心帮助的一种诚意 这个事实上也会对台商 解决当前的困难 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认为台博会的举办 很有现实意 台博会的举办 台博会的举办 接着 有点 有点 的 感谢观看